让我们先观想顶礼 根本传承上师基坛成三宝 师尊师母 这位上师 法师助教同门 大家下午好 阿弥陀佛 声音可以是吧 现场能听清楚吗 可以 那今天呢 我们知道 在最近一年多的时间 师尊不管是在开示当中 还是在茶余饭后 都有跟大家讲很多 有关鬼的故事 鬼通 骗人的这些事情 跟大家分享 就连今天做午吃饭的时候 师尊又讲到一些 这个呢 而且就有很多的 这个人呢 就是被骗钱啊 受骗啊 这个是很让人痛心的 所以这个就是 我想到 我觉得就是 除了就是我们很多人说 对方太会讲片话了 或者说是 我们太善良了 我觉得这个都是表面的 应该我觉得 我们大家就是应该 更做一个更深一层的 这个反思 到底为什么 就是我们这么容易被骗 为什么你那么愿意听 这些鬼话呀 或者是鬼的神通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今天选择这本书 无尽一点通 那在他 我选择的 几个篇章 一共是五篇文章 那都是跟这个神通 有关系的 就通过读这本书呢 就是我选择的几篇文章 我建议大家去认真地阅读 那我会跟大家一起来 温习这个师尊 在文章中的解释 那师尊也告诉我们说 我们如何能够区分 就是这是骗人的 师尊又讲到三点 在开示当中 其中一点就是 你要有圣言量 圣言量就是佛经中说的 那第二点呢 就是知量 知量呢 就是你要有这个知识 第三点呢 就是笔量 一个是要有这个知识 你还有智慧去分辨 然后第三点呢 就是笔量 你要去比较 就是要推理逻辑 那今天我选的 这五篇文章呢 正是就是说 我觉得是很好的 就是师尊在早期的书中 就已经给我们 大家了这个知识 而且呢 也给我们 就是说给你这个 逻辑推理的 那我们我觉得 就是通过今天的阅读呢 可以增加大家的 这个免疫力 和这个质量 先翻到 我一共选了五篇 先翻到第十一问 那这本书呢 就像说 悟性一点通 实际上 它的每一篇文章呢 就通过一问一答之间呢 都有 就是有关 启发我们读者 就是我们弟子 去开悟的文章 就算是在神通篇里面 就是也有 就启发你去开悟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 一起来阅读 第一篇 第十一问呢 第五十二页 神通从何来 问的人说 因为师尊在文章里呢 每一篇文章都解释的 就是很直白 所以基本上就是 我是为大家来重读 问的人说 卢师尊的成就 就显现在 您为众生的 消灾解恶 赐福解惑上 您所创办的 真佛宗 每天在上演着 感人的真实事迹 这是个人人 都有故事的大家庭 那么是不是 明心见信者 自而然的 就会有神通济世的能力呢 那我的回答 这里的我是师尊 我举了一个实际的例子 有一次呢 师尊到日本去旅行 到了北海道 那师尊跟日本导游讲说 北海道有一个地方 叫明记 那个导游呢 就说 没有这个地方 而且导游还拿出 这个地图 给那个师尊看 就是 确实没有明记 这个地方 那当这个 师尊他们的 游览车呢 到了休息站 休息的时候呢 有一部游览车 开到了我们面前 那个车牌号呢 就是明记 六二七 所以同游 大家都很惊呼 并且呢 更更更 更巧合的 就是连开车的司机呢 就叫盛宴 所以这件 巧合的事情呢 就证明了三点 就是有明记 这个地方 那六月 六二七呢 六月二十七号 又是师尊呢 杨丽的生日 再一个呢 开车的司机 是盛宴先生 所以呢 那有的人就问了 这是神通 还是巧合呢 那我答 巧合的不可思议 就是神通 那我们从这个例子里 就看出来 确实这三点 非常的巧合 不可思议 那师尊讲 明心见性呢 就会有 自然而然来的神 是问 明心见性 就会有 自然而然来的神通吗 我答 密教行者 修风 入于中脉 在中脉 入注容 用水下 火上 于命脉中 开启了心轮 见证了佛性 自然产生了神通 那这里的修风呢 那我们知道 是修宝瓶器 那水下呢 就是天庭水下降 灼火上升呢 开启了心轮 那证了 证验了佛性呢 就神通 是自然产生的 那师尊接着讲说 密教开启了 眉心轮 喉轮 心轮 忌轮 密轮 均会产生神通力 这就是密教 升起次第 和圆满次第 真正神通力的产生 是自然而然来的 不是强求的 这个师尊呢 在这篇文章里 把神通的产生呢 说得非常的清楚 那其实呢 神通也是一时之患 真正明星 见性者 不会去执着神通的 为什么呢 你看师尊 就是我们看师尊本人 他有没有随时随地 什么时候 都把神通拿出来 讲说 我看到什么 我听到什么 怎样怎样 师尊很少 是吧 这就是为什么 明星见性者 他不去执着神通 他是自然而然的 因为呢 明星见性的人 他明白一切住法 皆惜空寂 无生无灭 修习空法 得托三界 这就是明星见性的人 真正的修行人 他的目标呢 是要托三界 是最大的神通 那我们知道三界 包括欲界呀 色界和无色界 如果不是托三界的大神通 而是消灾解恶 赐福解惑 化无为有 不可能的便可能 悉灾增益 敬爱降伏 这些也是一时之患而已 我的一些神通事迹 只是巧合 实在太巧合了 便叫神通 这只是体人信仰而已 所以师尊最后总结 明星见性 神通 自心流露 无啥 这就是一个明星见性的人 真正的境界 神通是自然流露的 那这个呢 已经回答我们的一个问题 那接着呢 第二篇就是神通是开发的吗 第十二问 五十六页 问的人说 换句话说 神通不是 是不是潜力的开发呢 佛可以任运神通 嫉妒纵生 而纵生皆有佛性 我们只是尚未开发而已 是吗 那师尊呢 在这篇文章里 有举了一个例子 我们跳过例子 就看正文 因为时间不是很够 那师尊有讲 明确地说 我们千万不要误会 神通是开发的 我的师尊说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是学习佛法 不是修学神通 我们是学佛的禅 学佛的定 学佛的会 学佛的正 那至于看见什么 听见什么 天眼天耳宿命 他心神足漏尽 全是自然而然的 幻化出来的 对于神通 我们要有这样的观念 这就是神通的正确观念 那前面 那这边讲到的 这个六个神通呢 就是师尊讲的前一篇 有讲到所有 升起次第的神通 那我的理解 升起次第的神通呢 就是包括这六点 那圆满次第的神通呢 那就是最后真正的脱离三界 这个是圆满次第的神通 这是我是这么理解的 所以我们不是去开发神通 我们是去开发佛会 正宴果位 这就是我们学佛的目的 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那有了正宴 为求神通 神通自来 这是本末的问题 不能舍本求末 在正宴中 再而然有了神通 太强调神通呢 会走到其路上的 这个师尊已经提醒了 什么是本 什么是末 要搞清楚 学佛是本 那神通呢 是末 所以我们不能本末道指 那如果我们本末道指 追求神通 是追求患 开发神通呢 是开发患 神通不成 反得神经 精神病 其实有很多 这个这样的例子 说神通很容易 让人得精神病 凡精神病患 均是得了幻觉 幻视幻听 如此一来 一生全都报废了 那我们也听到 很多实际的例子 就是说 说为什么说 修法会走火入魔 实际上就是跟很多人 他就喜欢修法禅定当中啊 产生的幻视幻听幻觉 有关系 他执着这个呢 就像师尊 书中已经讲了 就是很容易得神经病 那就有一个实际的例子呢 就是几年前 我还在命院帮忙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新皈依的同门 他皈依没有多久 那修法当中呢 就是他也有 就是说 有幻视幻听幻觉 那他觉得 哇了不起 觉得好像是佛菩萨 在跟我讲话啊 觉得自己修行 好像一下子很高 过了不久呢 那有一次是 夏托里藏司大法会的时候 他就打电话过来 他就说 上师 法师都没资格跟我讲话 一定要师尊亲自跟我讲话 然后他还说 我是师尊请来的 要师尊亲自开车到机场接我 那这就是 他一个好好的人 才皈依没多久 一年多的时间呢 就是就变成这样子 然后呢 他就是 然后他结婚了呢 妻子也跟他离婚了 工作也没有了 然后真的就是像精神病一样 那后来呢 他自己也确实就是 觉悟到自己有问题 这就是一个实际的例子 你追求 你追求你禅定当中 修法当中的幻觉 幻听就是产生的这个 弊病就变成走火入魔 所谓明心见性呢 我如此认为 明心开悟是礼上的 我这个见到的佛理 这个见到的佛理 只要见了到就是明心 而见性的功夫是正上的 这要靠功夫 修行的功夫到了 才能够见证佛性 至于神通根本就是幻 那很多人呢 把正宴佛性 把它拿来混淆了神通 是根本大错 很多人认为有神通 就是正宴佛菩萨 大错特错 这里师尊就点出了 很多人的一个通病 那很多人看到 哦 这个弘法人员 或者是什么人 有神通 就觉得他的修行一定很高 看到什么听到什么 经常有佛菩萨跟他讲话 这个就是根本观点错误的话 你很容易被受骗 就是这个就是一个重点 那师尊在这里也解释 说为什么说 就是说如果你正宴了佛性 神通自然显现 这方面这样推理是对的 这样是对的 但是你反过来推 你说有了神通的人 一定正宴了佛性 一定是佛菩萨 这样反过来推就是错误的 是吧 那神通有为什么呢 神通有动物灵通 这是低级的 有精灵通也是低级的 还有鬼通 这三个都是低级的 这三个呢 很容易跟它相应 还有神通呢 才是终极的 属于天界是吧 佛菩萨通高级的 那佛通呢 是最高级的 就神通 就是分了至少就三层 据我所知 很多低级的灵 均会冒充高级的菩萨 凡夫往往被低灵所骗 连通灵人也被骗 所以在这方面 不执着最好 切记切记 这师尊已经提醒了 说绝对不可以执着神通 当你执着的时候 为什么 你就容易被这些低级的灵骗了 他们知道你喜欢 那就愿意在禅定中啊 在平常就会在你耳边 跟你说话呀 跟你讲话呀 你就会被他带着走了 就是最后你不变神经病 他也是神经病是吧 那据我所知 很多低级的灵 哦 这边念过了 我们学习佛法 那师尊总结了 是要学什么 是学习文书菩萨 龙书菩萨 为源头的中观剥叶佛法 学习弥勒菩萨 吴卓菩萨为源头的 为时剥叶 中观和剥叶 教和正我们都要学 我们不是开发神通 切记 切记 念头一刹变成魔了 这个文章里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接着下一篇呢 第二十二问 第九十六月 怎么区分是不是神棍 那问的人说 孙彬与庞娟的故事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 他们的师父就是大有名的鬼谷子仙师 鬼谷子仙师俗名王禅 而他的弟弟就是王敖 也是修道真人 您在禅定见到王敖真人 像这一类在禅定中 见到神佛及大罗金仙 并与他们对话的故事 世界很多通灵人都会这么说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是真是假 说自己是神明代言人 以此片财片色的神贵也不少 我们要怎么去区分 谁是真的 谁是神棍呢 那这个笑话我也跳过了 那师尊在后面的解释 我说在这人世间 财色名十岁是人类的五大欲望 是人人具有的 炸财片色不只是在宗教界或算命界有 事实上各阶层都有炸财片色的 只是宗教界及算命界较凸显而已 炸财片色天天都在发生 是全人类的共同欲望 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只是君子会自我克制 而小人则无法克制 如此而已 君子是不勉强 小人是侵犯 这个实际上 师尊已经讲到一个基本的点 一个是不勉强 一个是侵犯 我个人认为 要分辨真假通灵 的确是很困难的 是说实话或讲网语 在基础面上 是相当令人困惑的一件事 随是随非 随对随错 随正随邪 很难见分晓 以前我的师父两名和尚告诉我 不可开口向人要钱 我办到了 不可勉强他人 我办到了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大家 凡是开口向人要钱 勉强他人 假借神明旨意的 应该列入嫌疑犯 这就是我们如何判别的这个准则 如理 如情 如理 如法的 可以信 这个就是比量 就告诉你 一定要合情合理的 你才能信 是吧 那非情 非理 非法的 不可以信 所以说 就是你要是掌握了这两点 那我觉得 就是说很多骗财的人 他都会说是神明跟我说 怎样怎样 然后说你给我多少钱 我会帮你化解 这是基本的骗财的这个手段 是吧 那 师尊在这里面已经很明确地点出来了 他们就是用这个手段来骗钱的 让你给十万块钱 你就给嘛 就说佛菩萨根本不会说 你要给我几万 几十万块钱 我帮你办这件事情 佛菩萨 话比说我们像师尊问世 师尊从来都没有跟你说 你要付多少钱 我来帮你办事 是吧 就算你去问世 也是说问到了最后功课 高王经 正墨经是谁在念 是你自己在念吗 道尔便师尊心 这功课都是你自己做的 是吧 所以说这个化解是谁在化解 是你自己做功课去化解 是吧 那真正的修行人是这样子的 佛说三界如幻一切无所有一切无所得 县官庄言论说 发心为立他求正菩萨经 保吉经说一切注鉴以空得托 我郑重的声明 如果贪着世间的财 贪着世间的色 欺人不明佛教 不明无所得 不明空 不明菩提心 是假行者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如果你不是为了立他的 你没有发菩提心 而且是要了财以后 是给别人造成更大的痛苦的 就让你家破人亡 这根本就不是菩萨发心 根本就不是菩提心 所以你说他是不是骗呢 是不是神棍呢 自己要去想 是吧 那第二十三问 天生通灵人可信吗 第一百页 问的人说 我们知道活佛 您是靠着佛法的修行 才有这样大能力 不过有些人 似乎天生就有这样的能力 请问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能相信 天生通灵人的问世吗 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 很好奇的一个问题 因为很多人都对 这个天生通灵人很感兴趣 而且喜欢问世 那这里 翻到第102月 谈到问世呢 谈到通灵 我曾说过 通灵的力量 有大有小之分 要看你通的是什么灵 动物灵 鬼灵 精灵 这三种灵 很容易通 但功力不大 不如自己脚踏实地 努力经济 还来得好 这里面世尊也说得很清楚了 至于佛灵 菩萨灵 高灵 不容易通 能通者是大修行家 又真正的大修行家 均是初识高人 不会 不理会人间的芝麻小事 这已经点出来说 大修行人是怎样的 很多修行人 若入世太过 会被轮回所牵缠 大修行人不假问世 若有 也是偶尔方便纵生 大半是自然流露的 那如果你听到有人说 哦 有世界战争啊 或者有什么大灾难啊 那我通过我的神通力 我把这个灾难遮止了 没有发生了 你说这个是不是骗的呢 真正的修行人 他认为 真正的开悟明心者 他认为一切都是无事的 是吧 他不会去 去管理人间的这些因果 这如果真的是定业 或者因果的 他不会去 一个大修行人 他会用他的这个神通 去遮止 去改变这个世间 世俗人世间的这个 这个因果 大的定业 是不会的 这个师尊在书里 已经讲了 你看师尊 他都是有灾难发生了 他过后他可以去救 是不是 很多受灾的人 那他可以让 让他们减轻他们的痛苦 减轻他们的灾 而不是说我去遮止 让这个战争停止 我去让这个地震 让这个水灾停止 这个师尊已经讲出来了 说大新轩人是怎样 看这个世间的 是吧 所以我在这里 劝告世人 不要太迷信于问世 通灵 佛陀主张 修一分增一分 修两分增两分 心向通灵问世 不去理会 这是佛陀的教导 这就是圣言量了 是吧 这也是知量 那天生的通灵人 是友 是素氏的因缘 至于他们通的是什么灵 你知道吗 他说是观世音菩萨 我看是落水女鬼 他说他通谁 通哪一尊 你说你能看出来吗 我们可不可以看出来 现在就可以 为什么 你要看他平常的修为 是吧 那前面那几篇文章 我们已经看到了 真正的通灵人 真正的明心见信者的通灵 是什么样的 我们也知道了 通灵的这个原理是什么 那他跟你说 他是佛菩萨观音 那我看是落水鬼 你要相信也好 不相信也好 信不信 由你自己决定 现在的通灵人 很多很多 但假的更多 你们信不信 那是你们自己的事 我呢 我只是相信自己的实修 何不实修 把一切逆缘 变成顺缘 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 神通的力 鬼神的力量 是很有限的 这个师尊已经提示 就是说我们要实修 尽量不要去 就是说迷于问世啊 通灵 通过自己的实修呢 改变自己的命运 就像我刚才问大家的 那我们问世以后 请问那些功课 是谁做的 是你自己做的吗 那你不去问 你做功课 不是一样去化解 是吧 你为什么一定要 又花钱 然后又问世 最后一大堆功课 还是自己做的 是不是 所以最后 师尊送大家一个记 以我功德力 与佛加持力 法界体性力 注释得意乐 彼等亦如应 所愿皆成就 这个后面这个记呢 师尊有讲到 以我功德力 是指根本上是的 传承加持力 然后佛力加持 和法界体性力 三力的结合呢 就是说再加上 让你自己的修持力 能够你的感应呢 感应到法界体性力的 你的修持力 感应法界体性力 三力加持呢 注释都能够 让你一个圆满 这个是师尊提醒大家的 接着下一篇呢 是第二十四问 迷信与知信的差别 那我们很多就是说 容易就是被骗呢 或者是容易相信别人的 这个鬼话呢 是因为你可能 就是说我们要反思自己 是迷信还是智信 智慧的信仰 那问的人说 迷信与智信的差别 又在哪里呢 那进入正文 第105页 那师尊有提出来 说每个人呢 都有主观意识非常强烈 主观非常强烈的人 大部分是非常执着的人 只要是执着的人 大部分都落在迷信的陷阱 那回教呢 于基督教均认为 拜偶像完全是魔鬼 然而他们忘了 偶像只是一种象征 一种方向 一种精神 偶像是方便 它有它的意义在其中 学佛的人都知道 佛性是无形无相 不生不灭 所以我们为什么就说 谈成有佛菩萨 就是因为佛性 它是无形无相的 没有办法来代表 那我们只是用佛像呢 做一个象征 那我们学佛的人呢 是理智的信仰 而不是迷信的信仰 在这方面是有差别的 有人说 学佛就是每天向佛烧香拜拜 有人说 学佛就是向佛祈求平安 如意 吉祥健康 做生意 大发财 有人说 学佛 佛会保佑我们 佛有神通 会救度众生 有人说 学佛就是做善事 善事只是佛教的一部分 这是我们大部分 很多人呢 对学佛的这个观念 但这些讲法 只是佛教的表面 真正的佛教呢 是什么 昨天师尊开示里有讲 诸恶莫作 纵善奉行 自尽其意 是诸佛教 理智的信仰 你自己的信仰 是不是理智呢 你要和三法印 助行无常 助法无我 涅槃极尽 佛法的第一异地呢 是佛的本然之意 明白了第一异地呢 才叫做开悟见到 这才叫明心 按理说呢 风水 星象 算命 占卜 通灵 问世 这是渣筒 还是鸡筒 鸡筒 都是非佛法的 容易引人迷信 这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那理智的信仰 还是要合于 三藏十二部的圣言量 所以你要 还要合于圣言量 合于三法印 佛陀的教室 还有圣言量 佛教呢 有显教及密教 是不可分的 显教是显理 密教是实践 学佛要有理智 从小成的有部 走向大成的为时 中观拨业 佛教是次第的 左部的 逻辑的发展 所以就是说 我们连佛教呢 不单单就是你要合三法印 圣言量 而且还是有逻辑性的 这也是就是我们 为什么就是遇到事情 你要用还是这三个去判断 我说迷信呢 比不信还好 迷信遇到大善知识呢 还有就像师尊这样的大善知识 你说你喜欢问事也好 通灵 你要问师尊呢 是吧 那师尊可以把你领向自信 自信呢 比迷信还好 明心献性 第一好 那师尊最终还是说 还是明心见性 我们自信最后也是要明心见性 是吧 最后一篇 第二十八问 一百二十页 您神算是否有其他的深意 那这篇呢 就回答 就是说师尊为什么要给人问事呢 那我们知道师尊是大修行家 是成就者 那他为什么要方便纵神给人问事 我在帮人 第一百二十一页 我在帮人神算之后 也是有警惕的深意在其中 如果人们把我看成伟大的算命师 那并不是一种荣耀或者是圣誉 因为那不是我所要的 我真正的深意是 是以神算为引子 度众生入佛门 这是师尊讲出来 他为什么要帮大家神算 就是为了接引众生入佛门 佛法分为世俗地 圣意地 神算是世俗地 而解脱呢 才是圣意地 龙树大师在中论 《观因缘品》第一中说 诸法不自生 亦不从他生 不共不无因 事故知无生 这是圣意地的 但是在人间呢 一切法分明 凡事之心 凡事之灭 必有因缘 这些缘起是神算而知之的 所以神算是世俗地的 它是讲因缘 通过神算来知道 这些前因后果 我个人如此认为的 以神算引导世人入佛门 也算是先从世俗地 进入圣意地 其实佛教的经典也是这样的 从经文里 我们知道我们佛教也有 小乘大乘的不同 有说有说空的不同 有有性说无性说的不同 有中观为时说的不同 有一转法轮 二转法轮 三转法轮的不同 这一种情况 比比皆是 教外人士会认为 这是佛陀思想的自我矛盾 彼此之间无法自圆其说 成为两极化的思想 但我们并不认为 这是矛盾的 不是两极化的 因为这一类的不一致 是因为因人而说 上根器的说圣意地 下根器的说世俗地而已 一个是实说 另一个是全说 这跟昨天呢 师尊开示里已经讲到 这个圣意地的和全说和实说 昨天师尊开示里有讲到 对大根器的就要讲圣意地 像一般中根器小根器的呢 那我们就是世俗地 例如《杰摩集经》里面有讲 法无形象如虚空固 法无戏论必竟空固 有般液、华言、法华、涅槃等 了意经莫不如是 当然神算可以算是佛法之外的 了意之外的 只能算世俗地的旁门 所以这里说了 神算只是一个世俗地的旁门 不足以论清众 但对世俗人来说 却是一种度纵生的方便之术了 世间上的人 人人都喜欢算命 我说 我由神算的灵验 叫世间人责责称奇 吸引纵生来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僧 然后教导起信的纵生 学习真佛秘法 这个就是师尊为什么说 给大家神算 以师尊呢 为什么为大家神算的这个生意呢 我们也可以衍生 就是我们看其他人 那说别的人 红法人员也好 还是通灵者 那他们神算的目的是什么 你就很容易去对比 那其他的神算目的 不是为了引你入佛门的话呢 不是为了真的要帮助你的话 如果是为了骗财骗色 这个就很容易去分辨 那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 这几篇都是师尊的文章 也希望大家就是过后呢 除了自己阅读以外 也可以推荐给其他的 就是说同门啊 真的我觉得 可以帮助到我们 为我们提高这个免疫力 让大家呢 希望就是更多的人 都不要受害 这都是师尊 书里亲自写的很清楚 就很明白的文章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此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